大家好,我是小刚 今天又到这个老鱼塘来钓黄山 这个老鱼塘的话,最少有十年了 所以的话,黄山应该是很多的 现在开始去找一下洞 这里就发现一个石头缝 不知道有没有货呀 有动静,有动静 不知道大的还是小的 没有蚯蚓也给它叫出来 这条不错 差不多一两左右吧 再继续搞吧 我在这里挖出一个洞 是在鱼塘边的,看见没 估计应该还是有货的 咦 刚刚有动静的 有点好 我可以看到 有点好 我可以看到 这个人都没有 是很难的 我会在这里 那些人都没有 我可以看到 就是这样 我们的家里 还知道 我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 你不许多 那些人都没有 哇 怎么是只龙虾呀 这也太坑了吧 搞一半天是只龙虾 是龙虾的话就用这个银钩给它掉出来吧 大钳子 看见没有 等它再上来一点 抓住它的夹子 抓住它的大夹子 这家伙 反正出来搞野的话 只要是野味都可以抓 龙虾黄鳝螃蟹都抓 看好大呀 这家伙你看 公龙虾呀 哎 这个洞应该是个黄鳝洞呀 怎么会有龙虾呀 再继续钓一下 看有没有黄鳝吧 我再试一下 看这个洞里 还有没有东西 这家伙 下勾就咬 咦 不对劲 好像 哦 运气太好了 直接勾住它的腮包 看见没有 还没有咬勾就勾住了 还没有咬勾就勾住了 还没有咬勾就给它勾住了 运气真好 看 这个十多年的老鱼汤 货就是多呀 搞了两条黄鳝 一只龙虾 现在继续在搞 应该还会有 这边又有一个洞 一个石头缝洞 看见没有 现在 试一下有没有货 下勾就咬 哎呦 脱钩了 这家伙上勾的太快了 都没注意到 看 又是一条 太过瘾了 看到没有 这条都是一样大的 这些黄鳝 都是一样大的 都是一样大的 三条黄鳝了 再继续搞吧 这个洞里面 又有一只 这个龙虾 看见没有 看见没 大横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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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又是一只 还不错一起带回家这里又发现一个草洞 看一下有没有货 这家伙好凶 吸引泉吃光了 一口就吃光了 现在看一下空沟能不能吊起来 试一下 尝试一下空沟 空沟也可以吊起来 还可以 第五条黄扇了 第五条了 今天的收获还可以 差不多六七条黄扇 还意味抓到两只龙虾 喜欢小刚的视频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